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级战争 发售预告曝光 SSW 3比1 胜黄族 夺S4 总冠军 辅助马塔封神 腾讯游戏嘉年华 将于10月28日开幕 传奇影业和导演邓肯琼斯选择了作曲家拉民·贾瓦迪来打造魔兽世界的备约 贾瓦迪曾经的作品包括《环太平洋》、《钢铁侠》、《诸神之战》、《赤色黎明》、《德古拉元年元生》、 美剧《兵与火之歌》、《敌犯追踪原声》等等 《魔兽世界》将于2016年3月11日在北美上映 乐动卓越近日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我叫MT》续作3D手游《我叫MT2》 据卓越CEO行山虎介绍《我叫MT2》将支持多个操作平台八屏合一 不仅包括目前主流的iPhone、Android平台 还将支持全新的iPad、iMac和MacBook、Windows Phone平台、PC平台、智能电视、iPhone1和智能手表 并宣布由腾讯游戏独家代理运营 近日 动视公布了《使命召唤高级战争》的发售预告片 片中出现了更多关于凯文史派西所扮演角色的画面 本作设定在近未来的2054年 当时的技术和战术都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巨大变革 当时的全球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世界处于支离破碎的边缘 一家私人军事公司带着巨大的力量横空出尸 能够将人类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使命召唤高级战争将于11月4日登陆X360、Xbox One、PS3、PS4和PC平台 英雄联盟2014赛季总决赛在著名的上沿世界体育场拉开展目 最终SSW以3比1的成绩拿下比赛 横起了S4总冠军奖杯 比赛一开始因为皇族的英雄池问题 加上中上两位队员有些许紧张的情绪 让SSW轻松连下两城 面对强大的SSW 皇族队员并没有就这样放弃 他们在第三局打出了自己的实力和气势 反悔一局 证明了SSW并不是无法击败的 最后一局 皇族被单底完美的反顿和妈塔疯女风骚的操作击败 也输掉了本届S4的最后一场比赛 2014腾讯游戏加年华将于11月28日至11月30日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一号关举行 本届加年华的门票也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启预售 现在购买将可以在11月15日正式售票前享受到最低折扣 玩家除了能够在现场零距离感受到海量大作试玩 专业cosplay表演 超值周边发放 全国竞技赛事等带来的满足之旅 还能线上兑换多款参展游戏 超人气游戏等超高价值限定珍藏礼包 在10月15日到11月15日购买本届腾讯游戏加年华门票的玩家 可享受优惠折扣 最低售价为299元 将于10月20日结束售票 好了 本期游戏抢先报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小伙伴们关注我们片尾的微博微信 及时收听与我们互动 你的每一份建议 我们都会认真听取并改进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我报登场